小朋友們來為大家介紹Caseo全新的色盤神器叫TR-MINI 這一次的教學部分來教大家TR-MINI傳輸照片的方式 首先我們先打開TR-MINI部分 它只要先開的話就已經做開機的動作 在無線傳輸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點選右下角的地方 在Menu的第一個呢就是無線傳 就是無線模式 我們點進去之後它其實跟原先像LEA5000或LEA5100或TR80部分 其實都是介面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的話在行動裝置部分的話 就是在AngeloEA或iOS的話 都是原先都是說 應該是說在你先前有用過Caseo部分的話 它的軟體都是可以再持續使用的 那我們點選 那在點選部分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會選擇 像一般我們一般常使用的話 可能就用傳送至到手機 或者是遙控手機來做拍攝 那另外配對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要跟那個行動裝置配對之後的話 你所拍的每張照片的話 它會自動的傳到你的行動裝置裡面去 你就不需要再透過傳送手機部分 來去點選你要的照片 那傳送手機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點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 就是傳送 選擇影像或者是在手機上檢視 或者是掃描共享的部分 對自動傳送的話 你就是必須要做一個開啟 那我們來選擇手機上檢視的話 就是可以在手機上來選擇照片 那我們先來進行連線部分 所以的話我們就是會跳回在那個 到手機的設定裡面 去跟它做Wi-Fi的一個配對 那因為小便之前有連線過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點選 原先的它的一個名稱 它就會自動的直接去勾選 那我們連線成功之後呢 再回到應用程式裡面去 再做開啟 這時候會出現在一個紅色的部分的話 代表是說已經有做連線 那我們就會直接點選這個地方 照片的話就會直接顯現出來 這時候的話我就是可以透過 這樣子的方式來繼續下載照片 或是刪除照片的部分 然後選擇的話我就可以選擇好幾張 然後來做自動下載 這就是一般的就是我們選擇 照片的部分來做下來動作 那遙控攝影的話就是我點選一下 鏡頭的話就是會朝著 行動裝置來顯示出來 當然如果你要看照片的話 也可以透過它這邊 右上角 點一下 就會回去剛剛的看照片的地方 對 那以上的話其實基本上還有另外一部分呢 像我們跳出去之後 像我們在看這張照片 那我們從下面往上滑 也是可以選擇當下的照片 要不要去做傳送 對選擇檔案 一樣可以直接去 立即的去傳送到你的行動裝置裡面去 對 那以上的話就是 TR mini的一個傳輸的無線方法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拍攝 謝謝 اش cred